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今集和大家看一單片案, 有一名50多歲的婦人懷疑墮入殺豬盤的詐騙, 被她的網戀男友遊說投資虛擬貨幣一共損失300多萬港幣, 亦向司警報案求助。 案情說,今年3月下半月, 這名本地女事主上網認識男網友, 雙方打火熱成為情侶, 這名男友說投資虛擬貨幣賺到錢。 熱戀中的事主信以為真, 按照要求下載某一款應用程式開戶, 投資5000元美金。 然後,這客服就要求事主轉用另一個應用程式, 但由於操作錯誤, 就需要將所有的虛擬貨幣轉到一個香港戶口那裏, 支付手續費才可以繼續操作。 事主經過多次轉賬幾萬元, 仍然未成功解凍帳戶, 去到上個月28號, 就被客服要求他繳交一筆50萬美金手續費。 這名事主就覺得可疑, 就未有再回款, 跟他的好朋友談到這件事的時候, 就懷疑被騙, 跟著立刻報警處就報稱損失了300萬港幣。 這件事都是一個很典型的養豬盤騙案。 其實如果是連自己的網戀男朋友見都未見過, 就投資這樣的虛擬貨幣的話, 是真的好蠢的。 還有300萬港幣, 在現在今時今日, 竟然還可以投資到這麼多的錢出去, 而且你投資得這些東西的話, 應該都是閒錢來的。 為何這些詐騙集團, 是這麼容易可以找到這些富婆出來, 還可以哄到他們給錢的呢? 我經常都覺得他們好厲害, 好魔幻的。 好了,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